歡迎收看2分之1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真的 你真的 你不在台北這段時間 你知道台北有多熱嗎 我只是出去樓下買個東西吃而已 你回來都濕了 吼 吼 吼 我說你吼 是不是去美國得了氣管 我說你吼 就是錢啦 錢啦 怎麼了嗎 你就是一直活在你的小宇宙 然後你都不出去外面走走 你又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熱 香港也很熱啊 香港也很熱沒錯 但是在更遠的地方更熱 哪裡 你知不知道去LA 你站在外面超過10分鐘 你皮膚就要燒起來了 蛤 你知不知道你車停在外面 超過10分鐘 然後穿著短褲坐下飲墊的時候 就有噴噴的聲音 蛤 你說的是七里香嗎 不是 你知不知道熱到我家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我朋友家 熊都來泡水兩次 蛤 那你朋友家他們是開麥當勞的嗎 為什麼 因為 麥當勞只有維尼 熊 你為什麼會就是說 講話喔 講兩句就會讓人家想打你的衝動 就是 就是製作人想著爛哏 你講也不行啊 你還對給人家 不然怎麼辦 所以真的LA更熱 真的很熱 你知道我穿拖鞋啊 有時候你知道拖鞋腳一歪啊 然後 拖鞋塑膠的 黏住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 腳不小心踩到地板 哇 吸水泡 蛤 好 誇張啦 那我們今天要好好聊聊 只有台北熱嗎 還有哪裡 其實比他們往年更熱喔 熱外有熱 嘿嘿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超級耐高溫 太陽再大我都不怕 他就是 那為什麼想出這個爛哏 蛤啊 太陽之子啊 嘿 所以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那當然對面呢 我們一出門就怕被曬成人肝 走到哪裡都很熱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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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溫室小飲越演越烈 世界各地不斷受熱量侵襲 韓國和日本更打破最高溫紀錄 究竟各國夏天氣溫有多誇張 馬上就跟著新男們來看看吧 沒有 熱起來真的要人命 因為以前已經覺得Vegas夠熱 今年在LA一樣熱耶 那出去根本就是在烤箱 真的太熱 妳講Vegas那不就在你們家附近嗎 對啊 就是在我家附近啊 Vegas算是滿熱啊 很熱 但是羅莎記還好啦 好熱喔 今年 而且剛突離說他都曬好黑耶 太熱了 當然你把你的粉磚給我公布出來 你不是說你曬很黑 我真的有曬黑了 我這一次回去我買了一些 新的那個化妝品 你真的曬黑啦 我真的有 你們要發現嗎 沒有 我下次帶過來給你們看 我們要再開玩笑 我們這都是杜莉自己講的喔 因為你講這我們不好接啦 我們不能接喔 接了就被罵 不會 不會 我們就是一家人好不好 是 但是我覺得我們家人 我講到我們台灣朋友好不好 你們真的 我不知道你們的腦袋 真的是在想什麼 因為在美國天氣越熱 你穿的衣服是越少 應該是這樣子吧 不可能是就是天氣越來越熱 你穿的越來越多 但是台灣朋友 你到底在搞什麼 這個我不懂耶 怎麼了 因為我就是因為我開車嘛 那每次開車我在路邊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很熱很熱 一直抱怨很熱 那我就會跑去買一些外套 特別是就是給汽車穿的外套 那你穿 你說天氣很熱還穿個外套 搭配個長褲 什麼意思 還有一個手套 防曬啊 不只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有很多問題 因為台灣人騎摩托車 他們會故意躲在一些 有影子的地方 怎麼會這樣呢 就把摩托車 就是那個 不是騎摩托車 就是因為可以回轉區嗎 或是之類的 他們又不會停在那裡 他們就是停在路邊 因為有影子 因為真的太熱了 但是你這樣子會高層 路上就曬車了 你知道嗎 沒有啊 可是這條路 現在看起來很空耶 很合理啊 那是因為我現在 我最有這個照片可以拿出來 拿這個照片出來 然後說人家造成塞車 最有說服力 不只溫度高喔 肚力療完血壓也高囉 而且我覺得 對 說這個是 是 但是從肚力的口說出來 有點沒有說服力 他是最怕太陽的 你是最怕熱的 你每次都是一直都要躲在影子裡面 你還要說台灣人 沒有 我是因為這樣子 拆買一台車 我不想要再騎摩摩托車 因為太熱 太熱 對啊 那你既然懂騎摩托車太熱 你還怪他們躲在影子 對啊 像肚力說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買了一台車吧 這樣子可以躲了嘛 但是我有一個台灣人 他就是很奇怪 因為他是沒有正常的工作 所以他通常都會就是 每天都是在約我們 在群組裡面就是約我們 然後要去去玩啊什麼的 然後最近就是因為太熱要什麼 所以他就是說現在就如果要 就是不要約他 然後如果要約他 就要下午五六點後再約他嘛 因為太陽下山後才約 然後 對啦 然後就是 然後還是有一天 就是我們約了白天要出去玩 然後因為他開車 所以他開車來接我 買了一台車 開車就可以多吧 但是他停下來 然後我就開門 然後開了看他 然後他坐在裡面 長袖 長袖 帽子 墨巾 然後就是手套 就是全部都是包起來 不過我跟你講 開車真的很容易曬黑 因為你不會覺得熱 因為你裡面開空調 然後我這次去美國也是啊 因為美國他不是像台灣 前面玻璃他沒有貼那麼黑的 他都是整個就是透明的 其實那個自外線還是會 很強 你知道我在美國開車都這樣開 因為我都要曬裡面這一層嘛 因為裡面是白的啊 有時候你走出去 他只有曬在外面 然後裡面就是白的啊 手這樣 然後腳也很開嘛 對 真的啦 對啊 我腳都是這樣 內側曬不到嘛 然後開車就這樣只在開 對啊 開車真的會曬耶 我覺得那樣 台灣人包成那樣 真的情有可原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舅舅是開計程車的 計程車司機就很懂這些 因為他們車子永遠都很高溫 在路上跑 然後他還要停在路邊下來吃飯 然後一停可能就是停一兩個小時 所以他就說跟我們講說 他有一個妙招 他舅舅呢都是在 噴酒精 有用嗎 然後這樣子呢 你停一個小時後 那是要噴威士忌還是紅酒呢 酒精 威士忌自己拿 喝起來可以 閉鞋 閉鞋 什麼鞋啊 車子很好吃 那是洗米水 是洗米水 然後呢他們就想說 對... 因為計程車司機都這樣用 所以他也是出去的時候 就是噴酒精在車子裡 然後就停在路邊 隨便停 沒有找素音也沒差 去吃飯吃了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回來 車燒起來 對 他想說 結果他車子裡面怎麼有點蠟燭 蛤 然後仔細一看 不是 他的那個駕駛座機在冒小火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 好危險喔 對 因為他是把那個 他是自己有 然後打火機 吊在他的駕駛座上 好危險 然後打火機 悶在那個車子裡面 曬了兩個小時 所以他打火機的旁邊的邊 已經有一點溶了 然後呢 加上呢 他舅舅忘記告訴他 噴的酒精是要稀釋過 所以他是噴百分之七十的 哈哈哈哈 舅舅 舅舅為什麼不把話說完呢 你知道他如果坐進去的話 搞不好就是一個爆炸 一個空氣 一對流的話是爆炸 不要學喔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不要學 對啊 所以其實這很危險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清涼一點的話 拜託酒精也稀釋到十五 這樣子 然後有些人因為老人家也會覺得 這種原理就有點像塗綠油巾 有沒有 然後你瞬間會有涼感 但其實也不太持久啦 可是我發現你們 包成那個樣子很聰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第一次去沙漠的時候 我發現你知道 為什麼中東他們自古都 包成那個樣子嗎 這個跟中腳沒有關係 因為它有散熱的效果 有一次我在一個 非常非常熱的地方 然後我穿成跟他們一樣 完全不熱 我脫衣服之後呢 我沒有開玩笑 我暈到哪邊 所以其實 我們不要說曬黑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你穿得越多 越會散熱 可是還有一種說法說 穿黑的很容易吸熱 穿白的比較容易散熱 難怪我一直都很熱 這個我們也不能接 這位 為什麼你們現在講話 都不會接我的笑話呢 因為我們都被罵了 之後都不要 你去看官網 我們被罵得多慘了 都說我們種族歧視 沒錯 是民調話題 不過我想說 其實好 我們說台灣人很奇怪 我就戒證你的話 你說你們幹嘛包成這個樣子 我們說大都市也還好 可是呢你們去海邊 也竟然包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心裡真的有病啊 就如果你很怕 你不要去海邊 最近不是很流行 有那個臉譜的那個泳裝 對 大媽裝 什麼回事 而且呢你們都會選 最熱的時候去海邊 比如說中午 像義大利你知道 通常我們都是早上六點 出門開車去海邊 那時候還會冷耶 對 因為涼床很舒服 像我爸爸媽媽他們那麼早去 然後就在海邊那邊睡覺 睡到十一點半就回家吃午餐 然後下午在家裡出冷氣就好 其實太陽有維他命D 這個一定中的 對 像義大利很多醫生跟小朋友說 你一定要多吸收 應該是C嗎 D D喔 很多醫生有講 他說其實很多人在吃鈣片 因為怕骨質疏 對 可是如果你吃鈣片 沒有曬太陽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所以你一定要加曬太陽 曬太陽 適當的 對 原來是這樣